上一次選舉的時候 國民黨和民進黨加起來是超過50% 大家知道凡是投給民進黨和國民黨的選民 即是台灣人 絕大多數是認同所謂要討好中共得到和平 不要激怒中共 因為馬英九絕是整天在搞這件事 民進黨其實也是 他們兩個都不是要對付 真正反共的只是有民進黨 而民進黨是不過一半的 你想想吧 你說台灣是非常危險 台灣在軍事方面 外交方面絕對不怕中共 最怕的就是中共的內貴 中共滲透的很厲害 收買了很多台灣人 經常在搞宣傳戰去影響台灣人 可以說是拆你台灣人思想上的台 讓你越來越少反共意識 越來越多共產黨所說的所謂兩狼一家親的想法 絕對沒有跟你一家親 誰跟你一家 大家千萬不要忘記歷史 共產黨和國民黨在二十年代已經開始有矛盾 到了日本侵略中國的時候 國民黨也有上個黨 國共合作 共產黨也很好聽 周恩來自己親自出面說 本事同根生相戰何太急 其實和兩岸一家親是出於圓 如同一切 沒有分別的 講法是一樣的 當時他是這樣欺騙了國民黨的人 當時的國民黨是反共的 但是為了消滅你那些 或者減弱你那些反共意識 他再來一個本事同根生 不相戰何太急 我們國共應該聯手合作 去對付共同的侵略者 日本侵略者 當時蔣介社會有很多國民黨 上太多 以為他真的 兩岸一 那時候沒有兩岸 那時候就是本事同根生 所以 它好像怎樣 大家知不知道 為何有一個叫做新四軍 新四軍 因為原本叫做八路軍 八路軍是共產黨的共軍 他們的合作合作到甚麼程度 將共軍偏入去國民黨的軍隊 變成新四軍 即是新的第四軍隊 周恩來跟蔣介石都坐在一起 共商 保衛國家大計 其實是在偷情報 還有按插特務 按插間諜 在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裏面 他們後來自己都很自豪很驕傲 蔣介石都沒有看到的報告 已經放在我們毛主席桌上 這麼厲害 這個不是誇張的 這個是真的 因為他們最厲害的就是那些奸的東西 什麼叫奸官當道 這些就是奸的做法 所以我現在最擔心的是這裡 他們一直都是形容這個方法的 到現在都是 美智庫報告表示 中共想瓦解台灣可能是會使用欺騙的手段 那賴清德的政府是不是面臨這麼複雜的狀態呢? 即是我覺得賴清德本人 我感覺他是真反共的 但是問題現在由於民眾黨和國民黨 兩黨在這裡宣揚一些非反共的 他不一定是親共 國民黨裡面我想都有一部分人是親共 一部分人都不是我說 不可以說是親共 但是是和共或者恐共 就是認為最好不要激怒中國 最好不要打仗 誰想打仗 沒有人想打仗的 但是問題就是 你和一個黑社會 去對付黑社會的時候 你這樣的想法 你就大錯特錯 大錯特錯 一個犯罪集團 他們經常就是偷東西 打劫 放火打劫 做這些事情 你就去跟他們 你就說 不要激怒他們 如果激怒他們 他們會殺這麼多人 這樣的理論 大家其實 我想台灣人 如果是 李子亞人 都不會相信這種理論 其實這種理論 就是利用了 人對和平的響往 那種心理 以及人害怕戰爭的心理 很容易會上當 所以大家不要上當 記住 雷根總統 70、80年代的雷根總統 他是勝利的成功的擊敗了當時的共產黨的蘇聯 他有一句名言就是 用實力尋求和平 用實力尋求和平 Peace through strength 這個是台灣應該做的 龐比奧加了一句 他說 Weakness begets war 即是說 這個 弱勢 會吸引更多的戰爭危險 意思 所以 台灣一定要加強他的實力 那實力 就不只是軍力 更加是認知戰方面的實力 要台灣政府也好 台灣所有反共人士 一定要動用他們的智慧 去把真相說給 還未覺醒的台灣人 讓他們明白 對於共產黨和談是沒有用的 我們可以和談 但我們要知道 你和談的對手 是一幫無賴 一幫流亡 一幫匪徒 台灣人一定要明白 他們是共匪 蔣介石當年叫他做共匪 是沒有錯的 是 台灣現在的賴清德政府 中共可能會從它政府的運作能力那方面去化解它 比如說派一些間諜 派一些特務去那裡任職 可以不可以 搞你可以不可以 是不是 一定是會有這種事情發生的 因為對於中共來說 什麼手段都有 什麼都做得出 只是人想不到的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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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不需要 都不需要有證據 就可以百分之八肯定 共產黨一直都是這樣做的 統戰台灣有影響力的人 還有滲透各個部門 各方面 不單止是政界 商界 教育界 文化界 全部有計劃 有步驟地滲透 這個是由來已久的事情 所以台灣朋友一定要清楚 我也很感慨 我的台灣朋友裡面 真的各種人都有 有一位朋友 都是不錯的人 比較正直 但他以為為了民族大義 認為跟大陸統一是好事 但是他的問題是 他是說民主好 但是他認為共產黨是可以改的 他認為共產黨現在是獨裁 但是他說通過兩岸的合作 兩岸的溝通可以影響大陸 哎呀 怎麼這麼簡單 是啊 千萬不要相信 千萬不要相信 香港就是一個例子 又說回歸 又說給你自治 五十年不變 這個結果 是不是 全部都是南美的 沒有一倍是真話 沒錯 沒錯 而台灣 今天仍然能夠有自由 有人權 有法治 就是因為台灣一直在大事大非上 沒有讓步 不讓你 就是共產黨是不斷地滲透台灣 但是台灣其實主流的力量 仍然是抗拒共匪的 所以才有今天 另外因為台灣不是香港 香港沒有自己的軍隊 沒有辦法 肉槌 砧板 美國不用多一塊一塊切去 而台灣不是 台灣有自己的軍隊 另外台灣在國際戰略上的意義 比香港更大 台灣是美國圍堵中共的第一島鏈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大家知道由日本到沖繩到南韓到台灣到菲律賓 所謂第一島鏈 這是台灣很重要的 第二在技術上 科技上 台灣是世界領先的最高級最先進的芯片生產地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全球都很重要 所以所有西方國家都不想看到中共攻打台灣 將台灣破壞將來毀滅 另外台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國際地位是什麼 就是台灣海峽和南中國海 是世界海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通路 如果中共成功地擺佔台灣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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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都成功地擺佔南中國海 大家想想 全球40%的海運 是要通過這些海域的 全球的40%的海運 是要通過這些海域的 全球的強國 全球的強國 美國 英國 德國 法國 加拿大 日本 他們全部都是貿易大國 他們很多貨物都要經過這些水域 他們肯定 肯定 如果被它佔領了 全部死火 全部死光了 那還是後患無窮 如果共產黨佔領了台灣 它不會在那裡止暴 它會更加向外擴張 更加向外擴張 最後呢 就會將很多東南亞的國家都霸佔了 你看它現在已經是這樣做的 菲律賓的島是它的 越南的島是它的 雖然是社會主義兄弟國 一樣照樣霸佔 你想想 如果它成功地將台灣佔領了 肯定 周邊那些國際國亞 下午飯都要聽它說 不聽它就打 最後呢 整個亞洲 整個亞洲是它的控制之下 下一步就會 歐亞大陸的霸主 這個它有了計劃的 做完中國大陸的霸主 最後就統一台灣 中國唯一的霸主 最後就成為亞洲的霸主 然後又再成為歐亞大陸的霸主 之後呢 就開始和美國講述 希望它成為世界霸主 不過它這個是白日作夢 做世界霸主不是這麼簡單 是啊 所以中共非常的壞 在這裡一步一步這樣 吳先生 我們的直播是760 是760 多謝各位支持 多謝各位支持 是 除了這個政府的運作能力 中共會派間諜去破壞 還有呢 它就是會破壞這個 會有抗爭意識的人群的心理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 絕對是這樣 我有些中國朋友 在香港或者歐洲的 他們有時候寄給我一些連接 我看一些錄像 它還說 你看看這些 這些是台灣人說的話 意思就是說 不是共產黨的宣傳 我一看 我就知道 完全是共產黨收買了的台灣人 他們確實是台灣人 某某台灣教授 某某台灣資深媒體 但是說的話 是完全是為共產黨好的 它表面上不是屬於共產黨 表面上好像中立 客觀 那我這些朋友寄給我 就證明了 其實呢 他們會寄給很多其他人 這些是共產黨的辦法 他們知道 如果 如果我的錄像 這個影片是共產黨 中國大陸的共產黨人搞的 那可能騙到的人 就不是很多 但是他們說是台灣人的 有些甚至是香港人的 全部被他們收買了 香港很多那些YouTube Channel 有些油門的頻道 很多是香港人搞的 香港在那裡說的 其實是為共產黨站堂 為共產黨背書 為共產黨唱好共產黨的 這些是共產黨的新的做法 不同 五十年前的 只是穿著毛澤東的共產裝 在那裡說什麼 我們社會主義 怎麼好法 怎麼好法 都沒有人聽的 但是現在他很聰明 現在他用那些 好像是你們自己人 那樣 你們自己的香港人 你們自己的台灣人 他講這些謀論 幫他們去散步 這些 好像台灣 我記得 很多我收到的朋友寄給我 是告訴別人 中國現在怎樣強 他變得很客觀 我們不要以為美國是世界霸主 你看看中國現在新的福建號航母 他們說現在用磁力的 用彈性來發射飛機 那些 跟美國最新的航母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是嗎 就是完全是 整個頻道說的事情 就是 掌太人自棄滅自己威風 就是台灣人 說給台灣人聽 為你們小心一點 中共很強大 為何他們這樣說 就是說 都是屈服好一點 兩人一家親 跟他們和談 答應他們的條件 我們反正 不夠人家打 人家比我們大幾百倍 他是搞這些認知之明 大家要小心 不是一個國家面積和人口的大小 而決定勝負的 得道者多助 老實說 有多少國家願意和中共站在一起打仗 有多少國家願意會保衛台灣 甚至出動自己的兵力和武器去保衛台灣 大家想清楚了 這樣就知道了 是啊 如果這個抗爭的意識 他們那群人 如果是瓦解了他們的抗爭意識 等於是沒有士氣的 你看看別人的那些 以色列 哈馬斯去入侵他 別人的士氣非常之厲害 他是一條心 所以他是想消滅這個以色列 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的士氣非常之重要 是 中共就從這一方面去入手 去瓦解台灣人的士氣 抗爭意識 除了瓦解這個抗爭意識之外 他還有破壞美國和台灣的戰略關係 這一點也是非常之重要 是啊 沒錯 剛剛講的 台灣的那些 共產黨的那些滲透 滲透台灣的特工 用各種各種各種身份出現的人 教授 資深會體人等等 他們在美國和台灣的關係 他們就說 哎呀台灣人你不要這麼笨 美國只是利用我們作為一個棋子 即是下棋的時候是一個棋子 我們不要做美國的棋子 因為美國完全是為了自己的利益 是要考慮的 你看看 當年 七一年的時候 美國認為 對他們的利益 是跟中共收好更加好 一下子就放棄了我們台灣 很慘 問題是什麼呢 問題是美國確實也有做過錯 美國曾經多次有意無意 我希望是無意 幫助共產黨 撿回一條命 其實七十年代 共產黨經濟是全面崩潰的 所以就需要這個機身格 當時的機身格 就以為自己很聰明 要聯中反蘇 為了要打擊蘇聯 他認為我們不應該有兩個敵人 而且中國也不是很重要的敵人 我們應該聯合 搞定中國 一起去對付蘇聯 他是這樣的政策 所以當時 共產黨的毛澤東就有條件 我可以跟你合作對付蘇聯 但是呢 你要把台灣踢出聯合國 對付蘇聯合國 美國當時做錯了這件事 後來又一錯再錯 就是在冷治以下之後 美國以為共產陣營基本上已經瓦解了 他們做錯了 沒有事了 那就大,"大唱的不相交通 neben交通 收軍事秘密的人 而是滲透你的國家 你想想最近 遠的不說近的一些瑞士 最近發現了一個在20年前 在瑞士買了一間酒店的 華莊造是一個中國做生意的人 去投資買一間酒店 不是很大的酒店 小小酒店可能是80個床位 不是很大的 其實後來發現了 酒店根本沒有經營 大家都知道原本的酒店生意不錯 餐館也不錯 但後來越來越測 發現老闆根本沒有心去經營 他罪傭之意不在酒 他買這個酒店是因為這個酒店 坐落於瑞士的一個軍事基地 一個空軍機場附近 所以才賣了下來 他其實是一個特工來的 專門幫中共收集瑞士的軍事情報 這件事 雖然瑞士是一個中立國 他說他做了十多年的特工 但為什麼還未爆出來呢 因為前幾年瑞士買了美國最新型的F-35戰鬥機 非常新型 這個F-35的戰鬥機是中共寢夢以求的 想知道他們很多內部的秘密 大家知道美國的空軍的技術 是遠遠領先的 全世界各個國家都比不上它 共軍更加比不上 共軍是天天要偷美國戰鬥機的秘密 所以後來美國的中央情報局 美國的反特工 發現這對中國夫婦 所謂的酒店老闆是假的 其實買了那個酒店 經常有大量的中國軍方的特工 在那裏安裝各種各樣的儀器 去收集F-35的訊息 大家要知道 你以為這樣在旁邊就可以收集到秘密嗎 是啊 現在是這樣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知道F-35的性能 當然最好你能夠拿到他們的文件 拿到他們的繪圖 但這是很難的 但是通過不斷地去測試 這些飛機的喜樂 飛機的喜樂 你可以知道很多他們的性能 很多他們降落的時候 怎樣降落 遇到什麼問題等等 所以為什麼每一次打仗 包括現在俄烏戰爭 我跟大家說 大量的中國共軍的特工 都派到那裏附近 戰場附近 是收集西方武器的數據 以色列一樣 但是現在這個哈爾戰爭 他們也會有很多人去看 非常多 當年北約要懲罰南斯拉夫 中共又派了大量的特工 去塞爾維亞收集情報 當時他們最想知道的秘密是什麼 是美國的隱形飛機 因為當時 1999年的時候 美國仍然是全世界 唯一能夠做隱形飛機 所謂隱形飛機 就是雷達看不到的 不是說要辦到他們 看不到你就很難 很難擊中目標 所以當時他們有什麼做法 就是派了特工 然後由中共秘密指示之下 這個蘇爾維亞 就是習近平俊人去過蘇爾維亞 他們在中共的支持之下 知道美國的隱形飛機 某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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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時某時某時 在意大利的美軍基地起飛 大概幾個小時之後 會到達南斯拉夫的蘇爾維亞 就開始轟動 然後他們就用無數的火箭 就是盲目地飛上去 就是希望能夠打中其中一個 因為他們看不到 只是聽到聲音 結果他們打中了一架 掉下來 掉下來之後 那個殘骸馬上藏在 中共駐南斯拉夫的大使館裡面 在地下室 所以1999年發生了一個 美國小型火箭 是精準命中中共大使館的事 大家也知道 真正的原因 美國要做的是 他們偷到那個殘骸 他們可以通過分析 通過化驗 可以知道 怎樣整一架飛機 可以隱形於雷達人 因為這是高度秘密 美國是一個壟斷的技術 但是當時已經太遲了 一部分的殘骸已經運回到北京 所以後來過了十幾年之後 共軍也做得出一個隱形飛機 所以現在可能有些離題 我要說的是大家一定要明白 共產黨在間諜滲透 所以台灣一定要在這方面下功夫 防止中共間諜 在台灣偷全部 防止中共的滲透 一定要搞好認知戰 即宣傳戰 讓台灣人知道真相 這個是最最重要的 我希望賴清德總統明白這個道理 我想他是明白的 不過他的阻力很大 是的 我們現在直播觀眾是有八百多的 看看吳先生還有沒有要補充 差不多了 我沒有機會去台灣參加賴總統就職典禮 是一個遺憾 不過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1996年我有行參加李登輝總統囚職大點 不過我那次老實說也不是為了這件事 我剛好是去台灣出差 當時台灣也很緊張 因為是蔣經局之後第一次正式 完全通過民主方式投票選出來的李登輝 大家都很緊張 但是非常和平地過渡 一點問題都沒有 只是街上多了一些警察 憲兵等等 但是沒有發生任何事 所以當時可以說是一個台灣民主化的李程碑 現在到了賴清德 應該可以說民主已經是非常成熟 但是最近台灣的立法院是出現過爭鬥 爭鬥到要大打出手 就是因為民眾黨和國民黨要強行通過一些提案 沒有按照立法院的程序去做 沒有給別人時間去討論、分析、評論 就強行通過 這些是後面的 因為他們是親共 所以親共的人通常都是不喜歡民主的 所以不是很奇怪 不過我想台灣人應該明白一點 台灣人一定要看到共產黨說的一套 是做的另一套 他為了佔領台灣 他會說到很多甜言物語 因為他最希望是能夠不開槍 而能夠控制了台灣 佔領了台灣 這是最想重的事情 但是他們也作了準備 萬一甜言物語不夠力度 那他就來了 飛機大泊了 所以大家台灣人千萬不要幻想 共匪永遠是共匪 是啊 在賴清德就職典禮 這個貴賓區 坐著是來自多個國家的代表團 是600多人的 其中包括台灣12個邦交國中的11個 以及英國、美國、日本和歐大利亞等主要的國際友人 美國的代表團成員 包括前國務卿蓬佩奧 這次蓬佩奧都到場 是啊 是啊 都很害怕 是啊 美國 這個是好事 美國是越來越攤牌 美國最近這個好像是眾議院 有一個提案 他說 一個中國政策和一個中國原則是兩碼事 兩件事 因為共產 他說 我們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 跟共產 跟中共說的一個中國原則 是不一樣的 我們的政策是歸我們的政策 不是按照你說的那些話來做的 據我所記得的 當時這個七十年代的時候 那個什麼 上海聲明 那裡 美國老婆 當時我記得他簽字 那裡是什麼 他說 美國政府確認台灣海峽兩邊的人民 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 他這句話是很有外交藝術的 他是承認一個中國 但是他沒有承認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 他說兩岸的人民都 我們認識到兩岸的人民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 當然台灣人當時認為只有一個中華民國 所以很期待後投 我個人覺得這個發展是什麼呢 美國帶頭之下 西方會越來越承認台灣是一個政治實體 中華民國台灣是一個政治實體 還有他們認識到 美國和很多歐盟都說 歐盟都發表過聲明 中共從來沒有統治過台灣 台灣是一個政治實體 台灣是有自己的主權 和自主的一個政治實體 我們是要這樣對待台灣 這個很清楚 我想這今年很多國家 會開始跟台灣越來越走近 這個正式的外交關係 是的 好的 那今天的水艷訪談直播就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 多謝吳先生 我們下次見 我們這次的直播 是將近900的觀眾的 我們接下來就是 就是賢公兒和這個文欣先生 兩個非常之反共的 一個非常之反共的鬥士 那我們接著看直播的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 我們一會見 拜拜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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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